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IM 鏡花先生 贏者 今天是星期一 星期一就不是水曜日 聽到這個開頭大家應該會想起一首歌 那是什麼來的? 灰色的水曜日 今次就是講新年的藍冠曲奇 講了很久了 但一直都未做 其實很多聽眾都問我們什麼時候講 是否會開專集 沒錯 我們現在就開專集講這一套 的確值得期待這套作品 因為少女革命的監督紀元邦院 九十幾年中有一套新作 就是這個奇可館 少女革命當年也是一套 蠢蠢的動畫 有沒有人看過十幾年前的動畫 我這些九十後怎麼看過呢 嘩這樣不行的 那我那些0079都沒看過 哈哈 這些真的沒有看過 我自己 少女革命我自己就沒有看過 再長這麼多主持人也沒有看過 不知道 我有看過漫畫 同動畫少少 但實在太久了 我已經不太記得劇情 我又不是少女 因為他的動畫也是從同版同學抽劇出來的 哦這個也是 不過總之為什麼會有少女革命 又是劍心 心劍 心劍 不是劍心 差很遠 你不要抽水 心劍 其實奇可館的形式上有點像 都是比較抽象 不要直接講故事 簡單來說就是不知道他講什麼 可以這樣講的 的確是因為他沒有講明了出來的東西 你自己解讀 但這些比較窄的就會很開心 就是又可以做一些研究 這個要糾正一下 是比較窄的 比較傳統的窄 不是傳統 我這樣就說是傳統的窄 就是很噁心 很噁心 江田酒師傅說的那些 什麼對影像知識又不知極度震霸的研究窄 就不是那些不斷買東西 但是也要看哪種窄 因為那些不是真實系的研究 這個是靠解讀式 EVA那類的 即是高達窄那些 對於不理解劇情 你會自己去搜集資料 嘗試去解讀劇情 這些動畫迷就會很開心 是像的 不過是《四季方戰士》那類的窄 而不是《GUNDAM》那種軍武系 真實系的追求 都是研究系 不過一定要研究 不是萌藝就行了 但我可以說 就是不研究有不研究的看法 研究有研究有看法 不研究有什麼看法 就是不知道要說什麼 為什麼呢 就是 這個可以先說 這個可以先說 這樣 都要讓些不明白的人知道 這個事情究竟搞什麼 所以就不如由故事開始講起 其實整件事的主軸 如果大家看下去就會發現 很多回憶畫面 整件事由現在和過去重疊 一起去講 所以一切根源就是 十六年前的地下鐵襲擊事件 其實是指向著 現實中 日本發生了一九九五年的真理教 澳母真理教 澳母真理教 沒錯 一來 二來 動畫做了很多部分 都會在地下鐵上發生 你見譬如他過場 他連雜數過場 都用地下鐵移位 甚至十六站移位 移一格 但其實那些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 Fest動畫級成本 還有那些地鐵站牌 都帶了風格出來 即是他帶到地下鐵 就是很重的成分 甚至你見到 不是啊 那些電車痴漢都很重 對 給他提外話 回來 不要說自己 神經病 好啦 再說回來 如果大家印象 例如水晶公主 在 水晶公主是什麼 水晶公主就是 就是帶著企鵝舞那個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對 企鵝女 但確實是 因為在動畫中他沒有說過 他沒有說過那個名字 這個是官網的設定 他一開始 他說你們是誰 他沒有說過 他都沒有怎麼說過 他說他在命運所至的場所 那裡過來 不是 他說他是外星來的 總之他每一集 就說出來 生存戰 沒錯 總之就是 車會不斷脫衣板危險 真的脫衣板 說得對 說回水晶公主 對 水晶公主 有一幕印象就是 帶到蘋果和精馬 他們進入車廂的時候 一個黑色的車廂 就是很多95這個字樣 就是1995年 其實就是1995年 其實就是1995年 這個開放的畫面也有 Window95 不知道 肯定不是 我可以的 你說是不是的 1995年 1995年 就是這個 現實中那個 地鐵的毒氣事件 發生的年份 這裏在動畫裡面 引伸成為一個炸彈 即他又不是用毒氣 始終不可以說得那麼像 其實是觸動神經 在日本是禁忌的 有些是禁忌的 有些禁忌的 我們用這個事件 改了一點點 來做主軸 就是開場 就是頭半季的主軸 事實上就是 不過 其實這件事本身 是不是真的用來比喻 就算真的不知道是毒氣事件 也不要緊 但是知道了 都看到的 就會理解到 《紀元》很強調 就是他不是想說 回顧回黃金年代的事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 例如去年 日本伏特大地震 很多 好像需要一些正能量 療傷系 很多動畫 好像想回顧以前有多好 以前有多好 或者近年 日本有不景氣 因為他在訪談講過 但他就說他不是想這樣 他想給大家 現在有什麼重要 他偏偏就挑一個 過去裡面 最悲劇 最悲劇 最不黑暗的事 出來 所以他都幾大膽 其實真的幾大膽 所以 這個就是題材方面的選擇 題材方面 會被人留意到 你可以說什麼出來 都會留意這套劇 沒錯 這就是背景 大家可能就是 這套名字的名字 是回轉企鵝館 可能大家最常問一個問題 企鵝館是什麼 幾大膽 去到後面才有說出來 真的去到後面 甚至到最後一集 其實到最後一集 我都未必知道幾大膽 他表達了一個概念 告訴你幾大膽 但真正的實體是怎樣 有機會就是 每個人看完之後的理解都不同 南冠曲奇 你看完就覺得像南冠曲奇 不知道 覺得 企鵝館是一個藍色的冠 這個是我聽過最有創意的解讀 可惜我並不是這樣想的 我要做套租 然後給你套租 謝謝 好了 我們繼續說 企鵝館 其實從結論開始講起 大家都可以理解到 我相信大家同意 就是生命有關的 甚至最簡直的畫面表達 就是 例如 秋企鵝館出來的音樂 是粉紅色的羽毛 就是一個火焰 那樣出來的音樂 這麼吊詭 不行 我想這個是動畫顯示出來 會不會因為誇張一點 吸引觀眾眼球 一來 其實這個是在說 再生火鳳凰 不是 是蠍子之火 什麼叫蠍子之火 這個是有點緊緣於 就是《銀河鐵道之夜》 這一個小說 嘩 它都很遠 對呀 很遠 我以為你說火鳳凰 都是玩手寵 因為《銀河鐵道之夜》 我們說到蠍子之火 大概是表達心臟的 蠍子之火 就是蠍子之火 我沒看過那本小說 但如果你有印象 第一集有兩個小朋友 沒有出來說話 到最後 第24集 就是精馬和冠葉 他死了 不存在這個世界 他們兩個變回小朋友 然後走了 他說了一輪 這就是《銀河鐵道之夜》 就是《銀河鐵道之夜》 就是《銀河鐵道之夜》的作者 所以你要很留心 他每一句話 那我鬼知道他沒什麼 叫《銀河鐵道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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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對話 那沒看過《銀河鐵道之夜》 沒有看過《銀河鐵道之夜》 這就是一個補充 這個我補充給大家聽 所以如果有對這些比較理解的 你可能會比較投入一點 所以譬如說 我們沒看過《銀河鐵道之夜》 或者是《銀河鐵道之夜》 可想要說 你講什麼 是的 不知道要做什麼 其實的確是 因為你要真的去做research才知道 第二個要說 其實當然 你真的不知道《銀河鐵道之夜》是什麼都不要緊 動畫有表達出來 動畫其實都可以 即使你不知道《銀河鐵道之夜》代表心臟 其實你的行為 插在那個位置上 你基本上同色的也是 你都猜到是一個心臟 因為你看回第一集 雖然第一集很不知道 那一幕不知道是什麼暗示 但最後我們知道 那時候水晶公主要抽灌尿的生命出來 去延售給喜瑪梨 即是分享 這個是我已經說到的 即是這麼BTV Mega-Upload Mega-Upload 關什麼事 下載了 沒有下載給別人 下載了 下載了 然後在喜瑪梨拿回 現在禁止了這件事 是的 總之 你看到 有表達到 那一個畫面 其實是關於生命 所以圍繞企果冠 就是關於生命 這件事 這個就是 看回 很多時候說命運的果實 一起分享命運的果實 就是 這個整套劇的中心思想 即是我們分享 將我們的生命 將他給人 一同存在 我感覺上是類似 那些基督教 去分享自己的生命運 那些是不同的 這些分享 這些是切開兩塊 那些是給你一個蘋果 那些是給你一個蘋果 那些是給你一個蘋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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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網絡下載 有一種說法 雖然這個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有心做 可能是的 但是其實 命運的果實 就是這個基督教 是不停 逐個逐個分出來 就是 一定有一個傳達 傳給很多人 那就是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在想 其實好像只有蘋果的蘋果 只有蘋果的蘋果 蘋果的蘋果 只是蘋果的蘋果 好像有些難度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加一些東西 是的 那麼像那些小學 那些切二分之一 還是切四分之一 那些 切了二分之一 但問題是最 Anyway 不過我聽了整個流程 講一次 可能大家再討論一下 這個是怎樣 不是啊 你繼續講一下 嗯 作為起點 就是這個 最後一集的時候 最後一集的時候 就賭罪回 以前就是 他們小時候 灌葉和精馬 混在一個監牢裡面 然後他們兩個就快死了 然後呢 就是把灌葉 找到一個蘋果 把一半分給精馬 那這個就是命運的果實 就等於企果罐 就是分享 把生命分到一半 分享給人 那樣的 那好啦 那就是女人有一半 這個去到後面 才解讀了 是誰分給他 什麼叫後面 你是不是講到陶果 那邊 哦 未到的 陶果實在跟這條線沒有關係 但是 嗯 然後 大家的樣子 就是 到這件就完了 到16年前 事件已經發生了 然後去到呢 就是 他的造成的影響 就是他 是嗎 說了 造成後面 結束 有說到 就是 起碼一直都說 有個命運之人 就是精馬 等等 究竟幾個事件發生 就是 那件16年前的事件 發生了之後 一時間是怎麼來的 這個就跟16年前的事件 會不會很直接的關係呢 暫時的觀眾 不是喔 我開始有些事情不明白 你說 大哥和二哥 精馬和灌葉 兩個分了一個蘋果 那分完一個蘋果 有機會他是不完整的生命 但是最低限度 他活了下來 對 OK 所以 其實首先是一半 我們知道 然後說回第二個蘋果 對 再傳第二次 就是 這個 這個 Himali 就是 他進去 這個 棋果之戶 就是 他在棋果之戶 在棋果之戶 在棋果時 精馬越到Himali Himali 就有一天要被送去這個小孩戰術機 那小孩戰術機 我先不說 這個不是重點 總之去了小孩戰術機 總之去了小孩戰術機 搞了一輪之後 記得是精馬去救他的 然後精馬的時候 就說 讓我們一起分享命運果實 然後拿了蘋果出來 給Himali 然後就 救了他 謝謝他 成為了他命運之人 那時候 就是一個命運果實 又給了 但是為什麼那個命運果實 是一個完整的蘋果 我真的答不到 我真的不懂 因為他不能拿一個爛的蘋果給別人看 至於此類 總之他生命 我請你吃他 只有月餅單一半的月餅 是的 我想頸花的意思就是 你連一個蘋果都沒有 你在哪裡找一個蘋果分給別人 你明明一開始那個就半個 可能其實 並不是一開始只有一個蘋果 總之他在表達生命 總之是一個抽象的表達 對 將他的生命 和他一起共享給Himali 於是就一起 然後有生命 和他一起共享 然後 之後 到一個 Himali 拿了 但是他去到 第一集的時點 Himali 就是他那裡 總之有些病 總之他就是死 有機會是分了給他 始終都會有 可能他不完整 總之他生命 就可能會看藥 不是很簡單的 你當那個人是七十歲 一個蘋果 那兩兄弟切了一半 一人有三十五歲 然後精脈再多切一半 那Himali 就只剩下十幾歲 所以他去到那個時候 就是time out 應該是小口吃了 也有機會 那不知道 其實這個沒有說到 他有說到 為什麼Himali 這短命 就是說 命運之神 是很殘酷的 就是不講道理 三隻綿羊裡面 就是中間那裡 說三隻綿羊的故事 偏偏選最弱小的 就是給他病 總之他有病 即是說到 劇本這樣寫 他就要死 終於出去 總之 如果他都拿來 去到那裡 就是Himali 然後靠Ki-o-Mu 就是他生命 可能生命到了期 其實生命已經死了 然後作為交換 就是說 你要幫他找 水晶公主說 作為交換 可能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可能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可以怎樣做 於是就是這樣 逐命 好像 然後去到那個 就知道那一下 就是灌葉 就是 第一集那裡 就是最後 水晶公主 一下插進灌葉的心臟 那裡 去抽取生命 剛開始說的 即是心臟等於蘋果 生命 生命 總之 我小時候看到那些 十元九個 那個可能 未必是代表一個生命 可能很抽象 十元又一個 總之分享生命 然後又給他 去到那裡 連灌葉的生命都給了 總之呢 他們兩個人 但某程度上 灌葉的生命 就是剩下半個 正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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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那個 不是啊 I mean 是灌葉有二分一個 正馬給了之後 只剩下四分一個 即是他現在是四分一加二分 一個小學計數都認識 他有75%的蘋果 不是不是不是 四分一加四分一 這個不是重點 不過都不是重點 都是那句 的確是的 因為如果你計算蘋果只有一個 他就沒得這樣計算 所以我只可以當成蘋果是一個生命的表達 這樣 好 接著去到這裡 接著他們兩個各人都分享了他的生命 給姨媽咧 總之他三個就連成一線 三個就是 他三個 你講到那些年底英 不是啊 他三個的生命就是 來源是同一樣 Source of origin 感覺上是這樣 這個也是劇情的表達 因為 因為 又看一看Opener2 他說他們三個化作圓橫 嘛 那三個是 少年少年化作圓橫 他的歌詞 可以偏偏講 這個歌詞 有很多東西在講 這套事情 很多東西都要解讀 注意出去 接著他們的化作圓橫 就是他們三個都連成了錢 去那個地方 然後移動 那時候貫妍已經離家出走,廢了企果知會那裡說要再發生 但希瑪莉走了就找他,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拆動了一次新的炸彈斬擊 那時候希瑪莉去找他,說了一段時間又不肯聽,不肯勸 然後有一幕就說到他出了水族館的位置 就說神啊,求你救阿哥啦,我將那些東西還給你 於是劇情表達就無緣無故有一些東西光芒或戰的物體 就是把他的生命抽出來 那之後會變成怎樣,我們下一節繼續說 我們下一節繼續說